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自從我了解泰國和日本的廁所文化 我家裡的廁所製作了一支泵巾 泵巾是水窗 去完廁所時, 都會用水窗來沖泡屁 基本上對我來說, 紙巾的作用是用來印乾水 我很久都沒有用過這個紙巾來噴屁 是不是說這個話題太過分了吧? 為什麼會說這個話題呢? 如果大家條件允許的話, 都會換一支泵巾 其實很便宜 在某宝裏, 一百元也不用 果斷換一支泵巾, 真是很好用 既乾淨, 平時也有其他用途 沖一下廁所, 沖一下到處的東西 有一支水窗在那裏, 真棒 其實我女兒經常拿一支泵巾來到處玩 你一定會想, 哎呀, 這麼噁心 又拿來沖屁又拿來玩 你真是瘋了, 你們不懂用才會覺得那東西很骯髒 根本上就不會讓那支東西很骯髒 當你用泵巾來沖屁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用紙巾抹屁是一件很骯髒的事 真的不是開玩笑 其實很久之前, 泰國日本那邊的座廁 已經是內置了泵巾 即是幫你按鈕可以沖上屁股 其實真的衛生好多 不過這件事也不是太普及 很多人仍是用紙巾抹屁股 很多人罵我的節目粗俗 說我經常說屎尿屁 開口閉口就說, 嚇到賴屎 既然大家對我都有黑板印象 我也不介意了, 今集直接說屎 好好跟大家說說敏屎的歷史 其實項少龍不是穿越到秦朝 你不要說到秦朝 你回到未有草籽給你敏屎的時代 你人都瘋了 你想想在紙張發明之前 你想想古代人究竟是怎樣敏屎 歡迎評論區到郭書幾見 因為後面我會開鼓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預測究竟 古代人是怎樣敏屎 其實在紙巾誕生之前 不同地方敏屎的方式都不一樣 我們看看中世紀時候 法國的巴黎 在當地沒有廁所這個概念 又或者簡單來說 巴黎本身是一個大型的廁所 美國一個學者 李查德澤克斯寫了一本書 叫做西方文明的另類歷史 說在1270年的巴黎街道上 整條街都是一些糞便的惡臭 一個不該不小心 你就會被鄰居在樓上潑的屎水 淋到你全身都是 街道也是到處都是屎 你踩到人屎的機率 比你今天說粗口的頻率還要高 我們看看當時的皇室 是用什麼來敏屎的呢 當時法國的皇室 就是用麻繩 一條很粗很粗的麻繩 用來敏屎的 皇室就會在廁所裡 釣一條很粗的麻繩 這條繩就剛好在屎坑旁裡 開完大後 你便需要把繩放在兩隻腳的中間 然後手一前一後去磨擦屁 不斷磨擦磨擦磨擦 我突然想起周杰倫那一手 菊花殘滿地霜 當你以為很衛生的時候 我告訴你 這條麻繩是公用的 皇帝用完後 皇后用 皇后用完後 大神用 而且眉毛繩爛也不會更換 可以說是軍神一心 你以為平民可以用嗎? 皇室才可以這樣 平民? 根本就不敏屎 搞定後就直接優附 你以為嗎? 之前我們說羅馬 其實在古羅馬 為了防止當地人隨地帶小便 羅馬帝國就修建了統一的公共廁所 而且還要是馬桶 不是蹲廁 而且雖然羅馬的馬桶 當時沒有沖水功能 但是馬桶的下端 是連通著整個城市的一條渠 即是在整個城市底下鋪的一條渠 不可以說渠 總之是一條水道 這條水流是不斷地流動的 所以其實那些便便會 除了這個水流 會流走 就不像法國一樣 整個街都是市 當然他們不是同一個時代 但是羅馬已經很先進 羅馬人如何敏屎 我們不是說羅馬人很喜歡洗澡嗎? 但是羅馬人對敏屎這件事 也不是特別重視 在每一個座次前面 就會有一個小水池 在水池裡插了幾條木棍 沒錯 這些木棍就是羅馬人用來敏屎的工具 你不要想錯旁邊 它不是用木棍放進菊花裡 而是在木棍的前端 它是砸了一塊海綿 總之就是跟我們現在的鮑魚刷 差不多 羅馬人就是用這塊海綿來敏屎 人們在使用之前 就會在旁邊找些水 浪一下或者沖一下它 一般會用到一些清水醋 或者是鹽水 其實就是用來浸浸木棍的池裡 浪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做的原因很明顯 這塊海綿也是公用的 不過怎樣都比法國的那條麻繩 每個人都用到斷為者 這個怎樣都好 起碼還要浸一下水 浸一下鹽水浸一下水 羅馬人算是很衛生的 我們就看看英國 英國無論是廁所的環境 和工具都是比較先進的 早期在倫敦的城市裏面 有很多城堡 為了解決城堡裏面 開帶的問題 英國人就在城堡裏面的邊緣牆 製造了一些獨立的廁所 而英國人也學了羅馬那種方式 是建造了一些下水道系統 城堡裏面的糞便可以通過下水道 會跌入你的護城河 而英國王室也不會用麻繩和木棍 來替自己敏屎 根據記載 在十五世紀之前 英國王室用來敏屎的工具 是一些新鮮的三文魚片 沒錯 你沒聽錯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吃的三文魚 什麼 很多人連吃都吃不起 他竟然用來敏屎? 沒錯 英國王室的廁所 可以相當於幾個普通老百姓幾天的消費 因為三文魚有除臭和消除痔瘡功能 所以英國王室就拿三文魚來敏屎 真不真不知 所以奉勸大家不要玩這些 正正經經地拿水沖便好了 英國王室可以這樣敏屎 那普通人怎樣敏屎? 根據一些英國中世紀留下來的一些畫 可以看到 倫敦大部分的普通人 就會在一條倫敦橋上去開大 那些牌射物會直接跌到橋上 對呀 就是那個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的橋 令到當時的船夫 都很討厭經過倫敦橋的橋底 甚至英國有一個言語 就是 聰明的人就會走橋上 蠢的人就會在橋底經過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普通人在英國 就會拿一些舊的羊毛和爛布來敏屎 敏屎 敏完之後就會直接丟掉它 所以這個做法已經跟我們今時今日用紙巾的做法很相似 至少比羅馬和法國的衛生好多 看完歐洲 我們一起看看亞洲 其實亞洲對這個廁所文化 一早就已經比較成熟 亦都擁有了一些相對文明的敏屎工具 尤其是在中國的古代 根據文獻記載 明朝以前中國人用來敏屎的工具 就是醜 不過是醜 醜其實就是一些很細長的竹片 即是開園大 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 都會拿一些醜 即是竹片 會去刮乾淨自己的屁股 甚至乎一些較有錢的人 亦都很講究 這些醜不單是材質要好 甚至乎還會噴香水上去 已經是很高級的了 就像你現在用的紙巾有香味一樣 好了 去到明清時期 古代的敏屎工具有什麼呢? 首先我們在中國 造紙術一早已經有了 已經發明了 所以其實在唐朝以來 已經有人用紙來敏屎 但主要原因是因為紙太貴了 所以拿紙來敏屎 是十分奢侈 所以一直都沒有被大眾所普及 後來到明朝的時候 其實造紙已經相對比較便宜了 所以草紙慢慢成為了普通人 去完廁所之後 用來敏屎的工具之一 古代的明朝的皇室 究竟是用什麼敏屎呢? 就是用一些野蠶簡即成的粗絲布來敏 沒錯 是用絲綢來敏屎的 但你也知道 這些粗的絲薄 其實它的吸濕性 以及它的清潔度 其實都沒有草紙那麼好 所以皇帝用用下覺得也不太好 去到朱右堂 即是宏治皇帝 那皇室的敏屎工具 就由皇室的內宮監紙房 專門做了一種比較粗的草紙來敏 這些專用的敏屎紙 無論是舒適度 還是清潔度 都是很棒的 是皇室專用的 絕對比普通大眾所用的草紙 但是 到了慈禧的年代 慈禧的年代 慈禧說 我的臀部這麼矜貴 怎可以用這些爛鬼的草紙 慈禧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敏屎工具 這種工具叫做白面紙 根據清朝的史書所記載 在慈禧太后敏屎的時候 下人就要將一大塊白面紙 要剪好它 然後再輕輕地灑水在上面 噴霧還有要求 要噴到水珠比霧還要小 等一張紙微微地濕濕地的時候 再用銅的燙豆輕輕地燙兩屎 之後再剪成長條狀 然後再電快濕布在上面 然後又在紙上用燙豆再燙一下 這個時刻 太后應該都差不多了 沒錯 就是這麼講究 就算是希希當時用的 這麼講究的白面紙 也好 相比起我們現在用的 白色的草紙 那些紙巾 都還是很粗的 其實我們很威風 我們用的現在的敏屎 還好過希希用的那些 當我們以為中國的敏屎工具 全世界最好的時候 我們不妨去看看 隔壁的國家發生什麼事 因為日本和中國在隔壁 所以其實用的工具都差不多 最初都是用丑 即是竹片仔 還有後期都是用草紙 但是日本皇室的工具 就不一樣了 日本皇族會用一些 蟬的翼來敏屎 蟬的夏天那些 在樹上不斷發出聲音的蟬 在樹上不斷發出聲音的蟬 蟬對翼其實是很硬的 日本人會去捉蟬 把蟬浸在溫水裡浸三天 正是把蟬的翼浸三天 等蟬的翼軟了之後 就可以用來敏屎 因為蟬的翼是透明的 所以如果你的便便有什麼異樣 其實很容易看到 所以日本皇室也是習慣了 敏完屎之後 要出來看看 仔細地看看究竟有沒有什麼異樣 看看便便的顏色 再聞一下便便的味道 就可以判斷自己身體是否有問題 說真的 真的是這樣的 所以一個皇室成員 可以一次便便便 就會有幾隻無辜的蟬 要犧牲 我們又説説一下印度 印度人一直認為 左手是邪惡的 所以敏屎這麼髒骯髒的物品 應該用左手 具體的做法就是 當你開大話後 用左手打噴水 直接用雙手打噴菊花 然后再用水洗手 然后再用手去鼻子嗅嗅 看看还有没有异味 也是因为保持这种习惯 所以就算是今时今日 在印度很多的厕所隔离 都没有纸巾 而相反标配的是一个 装了水的桶和一个水壳 究竟在我们世界上是哪一间公司 发明这个厕纸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美国的金白利公司 在1924年 美国的金白利公司 就已经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张 第一张纸巾 从此消费者去完厕所之后 就有一些这么柔软的纸巾嗅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厕所的时候 忘记戴厕纸 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欢迎你去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有点重口味 但的确是真实的历史 我是陈老师 有空无事讲讲历史 我们下集再见 很多人骂我的节目粗俗 说我经常讲历史 开口迷口就说 嚇到賴屎 既然大家对我都有黑板印象 我也不介意 今集直接讲历史 好好地和大家讲一下敏屎的历史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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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关注记